3月4日,记者来到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,广东首个新冠肺炎预后复诊门诊在这里启用。 该门诊为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后提供复诊、检测、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,用三天时间建成。 在医院新冠肺炎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之间,有一条50米的院内道路,新冠肺炎预后复诊门诊就建在这里。 上午9点,当天来复诊的第一位新冠肺炎治愈者就来到了这里。 新冠肺炎预后复诊门诊设置了后诊区、复诊门诊室、采样室和专用DR及CT检查室四个房间,实行一站式流程服务。 后诊、就诊、采样等在这都能完成,诊室、采样室等各自独立。 而来到这里复诊的范先生则表示,复诊不仅仅是在身体,心理上同样作用很大。 医院表示,建设专门的 能够让医护人员及时对患者的身体变化和功能恢复进行检测和治疗。 既可以防止一些可能因检测不到位而出现的健康问题,也有利于医院对预后人群进行综合管理。 新冠肺炎作为一种新的疾病,医护人员需要对疾病的病理变化,对患者的康复过程有一个更好的管理。 这也有助于对疾病更全面地了解。